沿水風波越鬧越大 市民都非常關注食水安全問題 東方報業集團早前在9個屋邨 抽取18個水樣本化驗 發現其中榮昌邨2個水樣本陷原量超標 我們為長龍圍村、豐和邨、美田邨、石梨邨 美東邨、宜明邨、德朗邨、葵聯邨 和榮昌邨等9個屋邨抽取水版 並且委託香港標準及檢定中心進行檢驗 經過專業人員多次複檢後 結果在星期一出爐 確認榮昌邨的榮進樓有兩個單位中招 其含員量為34.2和14.8微黑 超出世衛標準2.42和0.48倍 住在那條村的居民又怎會不擔心呢? 肉圓TV都網正新聞台報導 MING PAO CANADA PAY Diesel